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彩虹康 两岸国际大事带您深入剖析 打开视野 这个礼拜 以色列跟伊朗开打 不过关注的焦点反而是 中俄的雷达跟防空系统发挥不了作用 被看破手脚了吗 另外台湾海峡很热闹 包括了美国的军舰 解放军的飞机都来互别苗头 国防部呢 台湾方面也公布了细节 是刻意的要把对峙的气氛再升温吗 以及南美洲的维瑞与达发生了政变 中国害的吗 为什么呢 这背后又传出了中美角力战的影子 给台湾什么样的启示 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的三位来宾 首先是政治大学国际合作事务处 国合会刘德海教授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民主党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史词评论员黄敬平 众刚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把焦田锁定在中东 看到这个飞弹又划阔了夜空 是伊朗先开始发了一个地对地的飞弹 锁定的是以色列 在以色列立刻展开了三次的轰炸还击 他要警告叙利亚 武装部队不要企图伤害以色列的部队或者是领土 伊朗又回呛了 说已经准备好 让以色列从地球上消失 先请让三位来宾帮我们举个圈插牌 你认为中东这场战事这个礼拜 发生了像烟宵会之后 还会继续规模扩大蔓延吗 Yes or no 两位认为不会 老师也认为不会 我先请教一下老师好了 这个人家说 因为叙利亚这局势都是因为川普要撤军 所以让现在当地越来越混乱 你怎么看 确实这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线 因为大家想中东局势来讲 仍然是这个美俄在主导的这个局势 那在这个架构之下 美国是跟以色列是联手的 那俄罗斯跟叙利亚 伊朗他们是联手 那现在如果美国的策略 那就变得少一个就是以色列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可能会造成这个地区的权力真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伊朗先出手 因为他觉得权力真空 说不定有什么机会 有契机 那从以色列角度来讲的话 伊朗的角度有契机 他去打以色列 他会不会太觉得自己高估了自己 他现在也是一个coalition 一个联盟 在俄罗斯还有叙利亚 甚至伊朗还介入了这个黎巴嫩 所以伊朗的现在的政权 是有很大的这个政治的野心的 想要在这个地区来扩大 所以以色列他们跟伊朗 其实相互把彼此视为这个潜在的敌人 所以的话前不久我们也听到了说 美国可能要去打这个伊朗 其实真的会打的当然是以色列 大家都猜得到是以色列 所以第一个不能示弱 然后这个是一个机会 那对以色列来讲的话 我觉得其实也很好啊 因为呢 这个川普上来最大的特征就是 跟所有美国的政府几乎不同的 就是一面倒向以色列 而且非常倒向以色列 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 美国说我的那个大使馆 就移到耶路撒冷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次这样做 再下来呢 就是在这个撤出这个从叙利亚撤进 实际上就让以色列放手去做 放手去干 对 不过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有点像是叶问了 一打十啊 在中东以色列 不过现在川普宣布要撤军 以色列就开始当起了代理人 可是刚才委员你认为说战事会扩大 扩大原因是 不因为 伊朗是什叶派的代表啊 那事实上这个叶利亚跟伊拉克 什叶派也是多数啊 所以广义讲就是说 事实上波湾战争的时候 伊拉克就用过这一招啦 就本来那个多国联军进去嘛 那伊拉克知道他打不过多国联军 他就故意去打以色列 为什么呢 因为多国联军里面有顺利派的阿拉伯 他要让他退出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伊朗如果要 转移整个阿拉伯的焦点 说你不要来 抵制我啊 他最好的招就是打以色列把他拉进来 那那个时候美国想要来 封锁伊朗 那阿拉伯世界就会有不同意见 会让整个地区都改观 会有不同意见 所以我觉得 而且站在这个 这个时机点 就是比如说伊拉克现在也不太稳定嘛 那伊拉克什叶派人口是多数啊 然后叙利亚也是什叶派 然后刚刚讲到黎巴嫩 这个大概就是什叶派的范围了 然后再加上卡达 不过我以为你认为那个扩大战争规模应该还是传统战吧 不会是全面性的毁灭性的武器的战争 当然不是啦 可是就说他要把以色列给扯进来 然后让变成是 我阿拉伯内部的矛盾会抵消掉 因为现在是让沙特阿拉伯 对美国一面倒向以色列也有意见 是好 了解 不过这一次我们看到 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一个冲突 让大家看到背后的 北京跟俄罗斯 因为包括了这个俄国的防空系统 还有解放军他们之前的雷达系统 好像都什么起不了作用 甚至有媒体报道说 之前你们没有什么实战经验 尤其是中解放军的这个雷达系统 现在一经过实战 好像被看破手脚 当然以色列这一次的空袭 似乎会让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似乎这个他们军用武器设备上 好像牛皮吹破了 我们先看这一次以色列空袭 当然是因为刚刚其实老师跟郭伟源 都有提到的这个战事 是由这个伊朗的圣城军 他在这个住基地里亚的这个军事基地里面 朝这个以色列占领的格兰高地 它里面的这个荷蒙山 发射了火箭弹 所以以色列空军出动 F16战斗机去进行一个小时的空袭 这个可以说从去年五月以来 空袭的规模和时间和长度 都算是相当长 也相当大 之前都是二三十分钟 那这次可以说是两倍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以色列的这个卫星科技公司 还有军方特别公布了 他们在空袭之后 空袭之后的一个不同的成果 这一张空袭的这个卫星照片 一张是在空袭之前 一张是在空袭之后 看出什么端倪呢 那其实这个before跟after 那这边有一些虚线的地方 虚线的地方 就123456 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在以色列 他们空军战斗机攻击的 叙利亚大马士格 他的国际民航站附近的一个南部 在他南方的一个塔拉军用机场 塔拉军用机场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建筑物设施 那这用虚线标起来的东西呢 本来是看起来 从卫星上空拍起来好像看不出来有什么异样 但这其实是 以色列空袭的主要军事目标 也就是 俄罗斯 跟中国大陆 他们军售给叙利亚 阿塞德政权里面最重要的防空系统 其中呢 叙利亚用的是什么 俄罗斯的铠甲飞弹系统 那用的是中国大陆的军用雷达 那军用雷达它是一个侦测型的雷达 它是属于GY-27的 GY-27呢 其实早年 中国大陆解放军 他们中国啊 在出口 其他国家的一个军售的一个装备 那这几年 因为这个GY-27呢 他已经升级改良版 把一些缺点改进成GY-27A 所以一般来说 这几个被以色列空军战斗机 F-16战斗机 轰炸掉了这个 中国大陆的军用雷达GY-27 大家会讲说 那你这根本没发挥作用吧 这雷达本来是号称 他在做军售的时候 他可以捕捉逆中战斗机 可以对付F-35 F-22的 是 而以色列呢 他也是全球啊 除了美国之外 唯一拥有这个F-35战斗机的一个国家 那这次以色列反而没有出动F-35 当然也可能保存他自己的实力啊 想去test一下 这个在叙利亚境内 伊朗也好 或是你叙利亚境内也好 你所使用的中国大陆 跟俄罗斯这些高科技的军事设备 是不是真的管用 到底像本来这些卖的时候 所以他用F-16 我在研判 以色列军方F-16 可能有时候去投石问路 如果F-16真的不幸被击中的话 了不起损失的就是 之前的第四代四代办的一个战机 不是像现在第五代的这样一个逆中战机 可是大家都想说 F-16竟然毫法未损 你从后来以色列军方 他公布了几个影片 当这个叙利亚的境内军事基地 侦测到这个以色列的战斗机 已经敌机凌空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防空飞弹啊 打出去好像挖地瓜 咻 然后这样子又掉下来 又掉到自己地面上 大家会觉得说 怎么俄罗斯的铠甲飞弹也没用 那中国号称能够捕捉 能够抓到逆中隐形战机的这个雷达 好像也没用 但其实据说啦 那个从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反应是说 JY17雷达有捕捉到 但是呢似乎被电子系统干扰 你从那刚刚飞弹的那个防空飞弹的轨迹 要打上去的时候 又这样子摔下来 好像小变形都掉下来 有可能军事专家认为说 可能是受到了这个电战系统的干扰 或者是反辐射飞弹 反辐射系统的一个干扰 因为在以色列空军F-16战斗机的背后 可能有更强大的 他的一个空中的电战机 在后面做一个撑腰 在那边附近支援 因为现在的系统不是说单兵作战 F-16派个两架三架四架 你就可以去空对地 那俄罗斯单方面也宣称 他说他们也击落了二三十枚 这个以色列空军战斗机 发射了这个空对地的巡异飞弹 这俄罗斯讲的我们也不知道 无从证实 但是至少从以色列公布的 这一系列的影片 还有这个照片来看 俄罗斯跟这个 中国大陆卖给叙利亚的东西 好像满拉差的 以后要卖 价钱可能不能卖那么高 经过实战 以色列F-16 然后雷达呢 也没有有效帮忙这个叙利亚 或者在境内的这个 这个伊朗的这个圣城军 能够侦测到 以色列的这个战斗机的这个武力 那当然啦 以色列会强调说 这些东西啊 都是那个 因为对应他们这个叙利亚境内 因为他们很少 为了避免卷入叙利亚内战 不过从这个实战的来看来 看起来 以色列还是略战上风 不过刚刚讲到 是这个雷达系统 但是 解放军的航母怎么样 请教一下老师 因为现在解放军的双航母 准备要接下来 其实是发展的计划 大家比较知道 在我们节目上 我们常讨论的是辽宁号的战力 包括它的舰载机 跟直升系的规模 我们之前也跟他讲过 002型的航母战力 预估 它的舰载机的数量会倍增 包括了殲-15B战斗机 跟殲-31战斗机的数量 都比过去 这个辽宁号来得更多 但是我要请教老师 那相对应这一个 如果是双航母要成军的话 美方他们未来 会不会在西太平洋 变成常态性的固定住点的 部署航母的舰队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为关键现在 大陆的这个做法 已经很明显的 它就是要展现 它是真正的海权国家了 不再是美日把他这样围在里面 不让他出来 他现在已经要 不但破过了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他这个整个西太平洋 他觉得 他都可以畅行无阻了 所以 因为航母是一个重要的 展颜你的军力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 象征 基地或者象征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对大陆来讲的话 那美国要因应它的话 美国只有跟日本或者是澳大利亚 这样子的国家加强合作 来再扩大它的制衡的范围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而且未来的常驻 还有可能是在日本或者是 甚至未来是到澳大利亚 澳洲的可能性最大 韋云 你看 台湾到时候的角色 变得更吃重了 如果美国的航母群 要长时间在西太平洋的话 这台湾这不是欢迎的 当然欢迎 欢迎啊 不这个是这样啦 他现在下水跟配备成一个舰队 还有时间差嘛 因为辽宁舰 从拖回来配置改良 然后再加上驱逐舰配置啊 还有上面的舰载机啦 大概前后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嘛 所以002估计要成军啊 我认为也要差不多五年左右啦 也要啦 那就好像我们这个前天也宣布啊 说熊山要加做60枚 对不对 蔡同同有指示 量产加速 也要时间嘛 也要时间嘛 其实台湾现在反航母 大概就是熊山为主啦 熊山 那听说射程还可以再加大 现在是200多海力嘛 听说可以加大到400啦 那当然 现在到准度的问题啦 那是不是达到要害的问题 不过总的来讲 大陆做航母不是为了台湾啦 坦白说啦 他是为了南海嘛 甚至未来印度洋都有可能 所以基本上 你挡不住啦 因为这个 就是中美在较劲嘛 中国美国啦 然后未来他可能还包括跟印度 所以并不是针对台湾 他针对台湾还有别种招数啦 事实上在对台湾的作战 也航母也不是主要的啦 他还有别的作战的构型 我看到之前美国军方有一个相关的报道说 未来的发展 台湾可能就像刺猬式的攻击了 就是以小博大 包括了飞弹系统的攻击 这个就我们讲的不对称攻击 不对称攻击 不然你没有办法 这也是我们目前政府做的方向 不然就是要知道 让大陆知道他的代价很大啦 嗯 然后他 因为最后一定要地面登陆 要有地面部队上来 才能真正征服嘛 是 不然你不可能让一个国家投降 非常困难 敬平我问一下熊三 熊三这个让对方知道代价 而且据说熊三现在除了舰载機 除了做潜舰 应该说用军舰发射之外 他现在有不固定式的 用车载都可以做移动式的一个发射 熊三本来是装载这个海基型的 就是船舰上的 那针对了这个 他是低空掠海 然后反舰了一个这个飞弹 那除了刚刚讲的射程之外 他的这个速度也是音速的三倍 而且他一分钟至少可以 可以超过60公里的这样一个速度 那现在刚刚其实永康你提到说 他想要装在这个陆基型的 就是变成暗射 暗射武器 然后甚至在这个陆基型的 可以改成那种机动部署 移动式的 用这个车载式的 能够可以机动的 打完就跑 然后转移他的这个阵地 让这个解放军 或者是军事卫星啊 侦察卫星啊 侦测雷达 似乎捉不到他的这个行踪 这也是多年来 国军啊 还有包括中科院 一直想要突破的这个方式 如果把这个熊山 你加大他的载台 或者是转换他的一个发射方式 当然这是一种 战场上战术的一个灵活运用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说 不管你是装在海基型的 像一般之前想说装在成功舰上也好 或者装在一般的这个飞弹快艇上面 用这样刚讲的不只是毒蝎 毒针 还有狼群的战术 以小博大的之外 那问题是 对方的这个解放军 他的军舰 他的航母也好 他也不会站在那边 站着不动让你打 他也是一直移动型的 然后再加上他们本来 也是有这个 舰上的这样的一个 进破防御系统 就像我们台湾海军主力的这个 方阵快炮之类的这样一个一样 所以熊山你能不能从这个海基型 然后再变成陆地上的暗射型 以及机动式的这个部署 除了必须像刚刚郭委员提到了 你的200多海里 你要提升到400多海里 甚至600多海里 你必须在陆地上 你必须在台湾的东岸西岸 各个乡镇是一般的这个路面上 你有办法用车载型的 或者是像之前在左营基地 像这个陶子园海滩后面的这个 柴山寿山 他本来就有一些这个 在里面属于山上里面的阵地一样 你要这种部署 你的射程要拉大 你要拉高 那你才能够发挥你的精准打击 而且你必须 有强大的这个雷达辅助你的系统 你才能够抓到这个 不管是在台湾海峡出现 或是东岸太平洋水面军舰 所以我认为说 雄山当然可以作为他的利器 否则蔡英文总统 不会这两天跑去中科院 西智中心看的时候 要求他加快他量产的这个 这个速度 当然每次在国外的航空展 或军事这个散染的这个当中 的确引起国外的买家 讨论的声音和兴趣 也证明说 其实我们国家 总会在发明这个 研发这个相关的飞弹的这个 实力上有长足的这个进步 虽然可能没有办法 跟那个金小胖相比 因为他们砸的是多少资源 但是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起码会产生一种嚇阻的效果 我们说到嚇阻 等一下回来就带 你看这个礼拜 台海很热闹 美国军舰也来了 当然美舰走到台湾海峡 也是要嚇阻 我们会继续聊 这礼拜美国的军舰再一次 巡应了台海 来的是神盾舰 这个时候大陆的媒体就回呛 这样的挑衅 现在中国没有人在怕 其实说真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 也不算新鲜了 2018年出现过三次 美国的军舰过来 这一次不过比较特别的是 2019开春 包括了美中 台湾方面 都有办军事相关的活动 老师你来看 这三方同一天 同样的这个状况 办了一个军事活动 虽然比较罕见 确实是比较罕见的 但是关键的因素 还是在川普担任 美国总统之后 他不断的用政治牌 就是台湾这样牌 因为他不用花任何的钱 他只要咚咚咚咚咚 这样就可以让中国大陆很在意 因为大陆很在意 比如最近美国说 他可以帮台湾发展潜艇 可以提供潜艇的零件 或者帮助发展潜艇 大陆马上就抗议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先跟你谈判 就是你最在意的 我就一直戳你 一直戳你 逼你在经贸上做让步 所以川普现在南海 南海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只是 现在来讲的话 对我们来讲 当然是 就像委员刚刚讲的一样 我们当然 这是难得的一个契机 就是美国对我们这么重视 然后一再通过了各种的法案 甚至现在连军事 都给予我们的支持 那从中国大陆角度来讲 这还得了 这个美国一直这样打这个牌 所以现在就是说 大家的预估就是他们美中的贸易 在3月1号应该是会有一个什么协议出来 因为美国一直打这个样子 而且不断的一直把它提升 累积 尤其在台海这边 一再提升 那就是目的就是要破你 快快过上桌的台湾 做个结果 委员你看 老美知道你哪边痛 就往你那边搓 所以军舰又来 1月30号马上大陆的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就要去美国 谈贸易相关的协商 以下派军舰 而且之前 据传是白宫放出来的消息 说刘鹤可能这次访美要取消 一下放这样的消息 一下军舰有来 这个代客知道吗 美国当然要调高 就是你不一定会 顺利这种讯息啦 因为通常他们就认定 北京最后的决策 都是最后两天敲的啦 谈判都是80%的让步 都是最后两天决定的 都实在啦 那最后 当然现在有关那个采购清单 我认为已经 你就联合还是会去 已经确定了啦 那 采购清单我认为 也已经这样了啦 所以重点是 美国对那个结构性的 那些 结构性的经济的那些条件啊 比如说智慧财产权啊 还有记转啊 这些美国到底接不接受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卡在 美国比较贪心啊 对他要的东西 比较多一点 过一阵子才能再闹一下 所以不能随便让啊 你知道吧 可是 对中国来讲 坦白讲2月7号就要过年了 他也很希望有结果 那川普是比较无所谓嘛 川普反正离联岸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他比较珍惜这个谈判 我觉得反而是美国比较珍惜 那中国是 就是要让 因为他希望过年大家过个好年啊 目前中国的讯息给我感觉啦 是比较想有所成果 我们来聊聊美中台 刚刚美中部分聊过 请教一下近平 这个大家应该 不陌生啊 这个100分部长之前就讲过 现在你换了部长 好 不过那时候 共机跟 大陆方面的军舰 来得比较频繁的时候 国防部那时候就发了一个讯息 我们不要跟着对岸 随机起舞 做心理战 我们也不需要把他们宣传 所以以后呢 这个 对方来做一些什么 例行性的绕台啊什么的 我们就不再公布相关的细节了 除非有特殊状况 我们才会对外说明 请问这一次 有算特殊状况吗 所以有人会质疑说 你国防部是加入了 炒作两岸对峙升温的情势吗 是要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 唯恐天下不乱吗 其实也未必进来了 刚刚其实你一开始提到的是 大鹏部长 冯士宽啦 之前在立法院所做的这样一个表态 但是到了这个 国防部长这个 有巴巴救灾将军之称的 这个颜德发 他的做法是要相对务实的 又比较低调的 有人会说 这个低调的部长 那你现在国防部主动公布了 这样一个解放军的动态 你是这个打脸自己之前 大鹏部长任内的这个说法和原则吗 其实你想想看 台湾自从去年九合一大选之前 大概 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尤其是在我们东南沿海所看到的 这个沿海长驯的这个动态 就是这样一个长态的演练 大概停了四五个月 将近半年之久 因为台湾的这个演习 牵动敏感神经 而到了去年12月18号 还有包括今年的1月22号 然后还有这一次最近的一次就是1月24号 总共至少从12月到1月3批 这样的一个解放军的空军战斗机 还有它的预警机 还有包括解放军的 像雅丁王护航的这个舰队 分批次的经过了这个巴士海峡 从菲律宾这个菲律宾海这样的北上 然后穿越了巴士海峡 这个到了台湾东部的这个海域去 然后呢当然美国的这时候美军 他的双舰也首次这样的一个在我们大选后 这样进入了这个台海 会让这个台海局势一下子好像变成升高了 那突然这个时候 国防部当然他是因应 因为那个有媒体去问他们 有去堵麦嘛 就问国防部例行记者会 还有包括他们这样的一个 国防部在问他们发言人的时候说 解放军的这样的一个基建又经过了怎么样 那国防部他回答当然是千篇一律啦 我们国军都有这个基建 能够如实掌握请国人放心 诸如之类 这样一段看似平淡无奇的话 却透露了一个味道说 军方不再像以前一样说 我们不再公布了 因为打心理战 你会不会觉得说 解放军动什么 然后我们就讲什么 就说什么 然后好像我们虽然掌握了 可是就帮对岸宣传说 基建又来了 基建又来了 这样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 你可能讲久了 国人会麻痹 又来了 没什么 听了听了 这种对岸打到一种心理战 会麻痹我们这个 太平的意志 那另外一种状况是 你干嘛变成解放军的宣传部啊 每次他一来 然后你就变成他一个宣传 所以当时冯四宽他们才会希望说 不要特别的去公布这些方面的 这个东西 除非是媒体询问 但这一次的不寻常就在于 我刚讲解放军军有动作 美军再有动作 然后台湾媒体又关注 可能最近这阵子军事又没什么新闻 然后再加上 这个礼拜什么事情 最近这个礼拜是 国防部例行性的每年的春节战备巡议 也就带着所有军事记者南下到了 屏东高雄去参访 还有去看看他们的海空军的战备演练 那这个时候军事记者跟这个国防部的官员和发言人在一起 没什么新闻可以问 当然问之后解放军又来了 刚好解放军有一些动态 可以更新一下 所以这个 全部的巧合加起来的时候 国防部这时候去讲出来 当然 难免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是不是又在配合解放军啊 还是说现在台海这样子一个 最近跟 从习近平跟 蔡英文的彼此的意思 隔空的这样一个 嗆瞎在讲话这些之后呢 你是不是在这个军事的 让人家觉得很敏感 是不是有点 好像剑拔怒章 这个我刚刚你讲的最后一点我就要特别提出来 因为当然媒体的 异想的这个篇幅就比较大一点了 认为说既然这元旦方面 蔡总统对于这个操作两岸之间 他的强势让民调有些回升 所以呢 两岸升温对他来讲 接下来行情会更好 所以才会 国防部也就跟着 就公布了很多对外的一些动作 让那个气温不断的是保持一定的温度 或许这样 民进党也比较好选 我以为你看有这样的操作很激吗 还是说要全民警惕 因为去年6月到11月24号 确实绕机暂时停止 这是事实 12月就恢复了 12月真的就恢复了 所以这本来就是新闻了 因为停止了将近6个月 然后突然又开始恢复了 那坦白讲美机美舰 近来台海附近最近频率有增加了 比如说美舰进入西沙 前一阵子经过赤瓜礁 那现在又进入台海 那我估计台湾会比较常公布美军的常态 这个 因为美国确实对大陆也 他军事真的是领先比较多嘛 你认为台湾公布更多美军的 是要凸显我们现在跟他们友好 当然是这样 而且美军确实 在南海我觉得进出频率会增加 因为最近连英国还有日本出云号 也都开始了嘛 所以而且台湾高雄港 虽然是这个领海外的接驳 可是基本上也要做补给作业 所以基本上跟台湾真的有点关系啦 我也认为一切都是事实啦 都是事实 都是事实 可是公布美军常态可能性高一点 不一定会公布共军常态啦 有刻意操作升温吗 不过事实上在升温嘛 这也不是假的 这也不是假的 不过有一个 那个 联合早报 新加坡联合早报 登的一个新闻比较值得注意啦 他说大陆那边有人放话 说如果进入台海是航母啊 那我们就似同台海中线不再遵守 可是 美国航母又不是没来过 没有真的从海峡中线这样开过 事实上上次96年他也只是停在 那个基隆跟高雄的外海 他没有真的进去 上次去香港遭到拒绝停号的时候 不就经过了台海 那个已经打过招呼了 现在讲的是没有打招呼的 对对对对 就说你如果是驱逐舰 那只要符合这个国际法啦 无害通过他们没有意见嘛 可是如果是航母 因为航母不是一艘啊 所以未来 航母是个舰队 如果真走美国航母的话 就是中线不存在 对 就有人这个放这个话 在新加坡登出来 好 那静明问一下 既然讲到航母 美国的海上力量杂志 公布了一个各国航母的一个威胁 你看列出来 这两个福特级 尼米兹级 然后法国戴高乐号 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 接下来就是辽宁号 甚至还超越了俄国的库茲涅夫佐号 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之前的辽宁号 在美国的军事专家的眼中当中 认为这个非常洋春 或许它的战力 真不怎么样 不过现在也是美国的杂志 把它排名到那么前方去 原因是 其实原因很简单 你光是看这个排名 会觉得 其实解放军的航母还满强的 可以挤进世界前五大 但是你纵观美军的福特级 是最先进的世界21级 这个21世级之后的先进的 河东里 它的这个战力跟尼米兹级航母 都已经呈现一个世代的落差了 更何况是从福特级到尼米兹级 以及戴高乐 还有包括伊丽莎白女王级 都是高架打造的这样的一个 欧美先进的航母 那这个从名字上你会看起来 他第五名 辽宁号战力可观 但是其实你从这个舰载机的这个 配置数量 以及航母本身 以及它庞大的这个航母战斗群 它的这个舰队的 所带来的这个战力的这个影响 可能从第一名到第二名以后 还有第三名第四名 一二可能算是A加 那三四算是A喔 还有在海上的续航力 对续航力 核动力的话基本上可以不用靠来很久的时间 那我刚讲的第五名的 辽宁号能不能挤到前四名的A加跟A 可能要打一个问号 但是也不会差到哪里 只是说它的落差 因为之前很多的军事家 包括美军 还有这个英国俄罗斯都认为说 这个俄罗 这个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航母战力 尤其辽宁号 它是第一艘舰艇嘛 第一艘航母嘛 所以落后美军的航母 大概至少三十年的这个实力 三十年的这个战力的水准 那这一次呢 因为这个美军的军事杂志做这样的一个评比 你看到后面的库茲涅佐夫 为什么这个说 他比他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还强 主要是库茲涅佐夫 他们之前变成一种 国外媒体都嘲笑他是一个拼装舰 他用了很多过去人家 所说的俄罗斯其他军事 他们一个研发的一些系统 把他放在同一个载台 在库茲涅佐夫号 这样一个同样的模式 也输出到印度 然后最后弄得有点哩哩啦啦的 然后像这个 对辽宁号有类似的评价 一开始的时候 对一开始也是 但是辽宁号因为 他就是为了怕 重蹈俄罗斯的复撤 还有这个印度的这样一个经验 所以他坚持在一个 包括 你不管是我们在讲的 他是滑跳起飞 还是说这个 后面要发展出来的蒸汽动力 还是说电池弹射等等 他在这方面下了很多的功夫 那因为国外对于这个 解放军他保密到家的这个进度 一直惠莫如深 但是可以知道说 辽宁号他从舰载机的 本来的这个36架 包括直18啦 殲15啦 然后还有包括他的这个 所谓的他的续航力 他的一个系统 以及呢 他的整个盾位 从5万多盾 就是到现在中国大陆解放军 现在研发了第二艘 第三艘传出来 已经超过7万8万 甚至到10万吨 就已经逼的 能够集起直追追 这个逼的 逼的进这个福特级 跟尼米兹级的话 所以其实中国的航母啊 现在看这个战力 是在前面那个 上半段班 但是能够 跑到前三名前四名啊 我自己是研判估计 还至少要10年到15年的实力 因为 我们上次集 我记得我们节目也曾经谈过 航母的战力要24小时 不是只是看你白天 还有看你夜间起降 夜战的这个能力 以辽宁号现在 不断的加强这一块 潜见他们还没有到达 那样的一个水平 这也是近年 从去年开始 才看得到他在做的 这个阶段至少要花 两年到三年以上的时间 所以这个都牵涉到说 辽宁号能不能打败英国 能不能打败法国代高的 他有机会 因为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个航空母舰 他砸了很多钱 但是出包连连就他的电子系统 但是后来 英国 包括英国媒体 欧洲媒体也讲说 他的电子系统有些零件 是用中国大陆的科技公司做的 所以开始推到中国上面 不管怎么样 这样也可以牵托喔 这是英国的媒体所报道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高科技的军事航母上 多少有些中国的影子在 所以未来呢 美国一定是独步全球领先一段时间 那最后这个三四五名 通常还有包括俄罗斯 一定是这几个国家在竞争 这不知道到底是一个 反中还是一个 聚中的一个心态 我请教一下卢老师 因为包括了CNN 这应该是川普的死堆头了 现在川普要围堵中国大陆 CNN也开始有点帮枪的感觉 他也盘点了一下 2019年共军的新武器 列出来一堆 然后貌似可信 或是保持怀疑 你看貌似可信的是 占了一半以上 点出了中国版的炸弹之母 地下钢铁长城 海军磁轨炮 国产航母等等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 反中是一个全美的共识吗 还是说这个不断地盘点 解放军的实力 到底是什么一个心态 我想他CNN报道是一个事实 那是不是反中的共识 我觉得应该要从安全 跟这个经济 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因为如果你只讨论 这个聚焦在军事的力量来讲的话 今天中国大陆 军事上不可能跟美国对决的 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有些美国人专家 就认为军事专家 认为现在赶快再打 再就没有机会了 10年20年以后 中国可能追上来了 很多美国军事家 追上的论点 所以他主要能够跟美国对抗 还是只有俄罗斯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海军 美国那么强 还有空军比较强 这都是美国比较强的 那俄罗斯强的 像是核武跟飞弹 或者跟美国可以批敌的 那这个中国大陆在这方面都 还上不了桌 跟他们两个真正去对抗海藻 所以这个来讲 CNN报导是一个事实 那美国领先在军事上 大幅领先 中国也是事实 这就是也可以看到 这个美国的谈判的 那个手段或策略是军事力量 所以为什么台海一直在这 在台海一直在这秀肌肉 在南海秀肌肉 因为它确实 它是一个海权国 它的实力在这里 那中国大陆是一个陆拳 那个陆拳国 那俄罗斯其实也是一个陆拳国 所以他们 在这方面来讲 如果这样比的话 好像美国全胜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 在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后 美国是不是还是这样子的 就不确定了 因为到最终对决是在经济 这是中国大陆看准的 所以它放外太空去弄 它弄一些在科技 或者是反那个 这个骇客的这方面来讲 它在这方面 它拼命加强这个 这样才有可能跟美国在未来 真的非打不可的话 它用这种反对称的战争 在美洲的一个角度的情况之下 看到刚才就像委员所讲的 美国对于台湾有很多的一些 不管是相挺的动作 或者是军事上面 一个协助的一个动作都好 但背后有没有另外一个逻辑思考呢 为什么要这么怕 这么挺台湾 等下回来带你看 有一个报导分析说 其实美国心里头 真有另外一层的担忧 就是台湾 会不会成为美国的敌人 怎么会有这番这个逻辑 我们回来聊 美国挺台湾的言论跟动作 最近没有少 包括了官员 包括了前官员 包括了国会 都有一些要驻台湾的一些力量 包括我们看这个美国联邦众议院 无意义的通过表决这个法案 要求美国国务卿 演你一个策略 协助台湾重获 WHO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的地位 我以为这个是指纹楼梯想吗 还是说真的会付诸于行动 不过这种国会的决议 已经通过很多次了 所以重点还是在于 行政单位 这些大的国家 事上包括德国啊 欧盟啊 他也支持台湾加入WHA 那德国外长还公开讲说 反对武力犯台之类的 那重点在于接下来的行政部门的动作是什么嘛 比如说 美国愿不愿意在WHO提案 这个意义完全不同啊 因为我目前提案的都是那些小的邦交国嘛 那当然没有号召力啊 像这个已经 其实过去也支持台湾了 都支持过啦 连续两年 所以坦白讲都取决于 就是美国要不要帮你发言 今年有任何的改变吗 如果他能够发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啦 我不奢望提案啊 你的观察呢 我认为能够发言就非常了不起 我觉得还是不一定 不会提案 不一定会发言 老师真的如果 这个蔡总统真的去美国国会 那完 后果不堪设想了 那当然是对这个两岸关系 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的冲击嘛 大家晓得这个 李登辉的那一次就已经 就造成台海几乎好像 光去母校演讲 对 他就是 就已经射这个飞弹来恐吓我们了嘛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来讲的话更严重 但是能不能成形 这还差很多距离 你看国会的议员跟前官员 都发表这么多的谈话 我们台湾媒体就这么大篇幅的报道 或者是来做讨论 但基本上都是比较属于 无实之作为的谈话 你怎么看这些现象 因为这个川普政府 特别喜欢这种嘛 他就是要玩这种不要钱的 然后做措施 但实际上他会不会做呢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是一个这个语调的 他这样讲 目的就是要中国让利让利让利 确实事实上 中国现在让利 已经从原来讲的 三千亿六千亿 现在已经加码到 听说是上兆的 这个美元的 对美国的经济让利 为什么呢 他就是一直不断的搞这种政治 你最在意我就一直搞 然后就一直弄一直弄 让你觉得再继续拖下去的话 你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 所以老师你观察这一年半以来 真的这样子嘴巴上讲 还真的是十岁之位有效 他还会继续这样做 确实是中国大陆希望这个尽快解决 是比较好嘛 否则的话呢 这个逼到最后 这个就来讲的话 他付出代价更大 或者是真的是要冲到了 所以要真的要对决 那对决我刚刚我们已经 从这个军事的实力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这个对中国绝对不理的 薛仁福有讲说 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 会提供台湾安全保障援助 为什么会在军事上面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承诺 当然是台湾关系法 一个法律的规范 但是我们带你看这一个 The National Interest 这一篇文章 他们有做分析 为什么会挺台的力道 或者是频率增加 美国有一个深层的担忧 就是如果 真的发生两岸之间 有一些美国没有预测到的 习近平把台湾统一了 那可能会把台湾当作是一个 解放军的军事基地 发动一个新的战争 那美国就不止在亚洲 失去了民主的盟友 战略的局势 会完全的彻底做一个改变 郭源你觉得这是美国最后 背后最深的一个担忧吗 因为台湾在整个岛列上面 还是扮演一个中心的位置 National Interest 这种文章很多 大概都是军事方面的人写的 他是假设说台湾如果 被中共控制 那他就可以直接从你的东岸 直接进入太平洋 而且这是深水港 深水港 当然是非常好的海津基地 这个大家当然都知道 可是问题是你要防前面那一段 让台湾无余了 那也有另外一批军事专家 就担心美国的武器 会不会落到大陆的手里 你知道我意思 所以这里就有点点 因为我们都是美规的嘛 这里有点两难 那坦白讲为什么 我们要跟美国买武器 最尖端的 他可以卖给以色列 卖给韩国 这是原因啊 当然是啊 怕到时候台湾真的 被对岸 所有的美国的武器 其实我讲的是最坏的状况 就是台湾战败嘛 那还有另外一种状况 就是台湾 因为还是有很多人 还是认为应该跟大陆好来好去嘛 而且甚至终极还是要统一嘛 那美国也不信任你啊 那韩国基本上没有这种力量啊 日本也没有啊 而且韩国基本上 在南北韩未来的进程里面 南韩还是主导性的嘛 可是没有人会认为台湾跟 大陆的来往 台湾会是主导性的嘛 这没有人那么天真嘛 所以美国当然会忧虑嘛 说我会不会给你一些 最尖端的设备 实际上也包括 那个工业的高科技的设备也是如此 不只军事啦 是 所以这个问题台湾会越来越严重嘛 这是一个没有卖枕端武器 给台湾这个背后思维 对 我们看来日本 台湾菲律宾 这些个岛链当中 如果 钱杵贾进品 从解放军的思维 要来突破 进到 西太平洋的话 你觉得哪个点 会是他们最物识一个突破点 当然台湾就像一艘 不成的航空母舰 台湾绝对是一个 最好的突破点 因为从这个 東亞第一島鏈 日本到台灣到菲律賓來說 台灣本來就是屬於一個戰略要衝 它本來就是一個島鏈的中央位置 陳努剛剛其實郭政安委也提到 台灣又有很好的 這樣一個地理的這個中心 和包括他幾個港口的要件 出去又直接是 對 出去又是這個西太平洋 對於這個美軍來說 如果說二戰的這種 當初盟國要反攻日本的 這個夢魘形重新形成的話 就如同當時這個 麥克阿瑟跟美軍其他的高級將領 在爭論說所謂的跳島戰略 然後後來不是派了這個美軍的戰機 來對於台灣進行大轟炸嗎 新竹啦 台北啦 高雄啦 都有遭受到一個大轟炸 就是當時 日本在台灣有11個軍機 對 你看日本把台灣 充分的利用到體無安膚啊 因為他前進他的這個東南亞 到了這個南海的這個戰略 甚至到印尼到這個緬甸那邊去 都是以台灣為最重要的一個基地跟跳板 所以當這個美軍不管是從這個 西太平洋這個反攻的時候 你不管是說所謂那些什麼中途島啦 或是沖繩那些戰役啊 你都要先把這個台灣給拿下 他才能這個無後顧之憂 那相對的這是美軍的戰略思維 他從二戰到現在其實 不會調整到多少 因為這本來是一個不可改變的地理位置 但對於解放軍來說 台灣就像是他在於北海跟南海 還有東海 他的這個幾個大艦隊之外呢 中間的一個主在那邊的橫隔膜一樣 你如果把這個拿掉的話 對於老共來講 台灣海峽他認為他是他的內海啊 你在這邊他這個 完全毫無這個阻礙的通行權 他認為這是他專屬所有 那如果是美軍或其他的這個 各國國家的軍艦 機艦都不應該通行這裡啦 可是在這個節骨眼上 解放軍就會覺得說 台灣如果能夠成為他們的南中物 拿下來一南一北 除了可以北守南攻 或者是北攻南守 可以北抓住了那個 這個韓國跟那個日本 甚至往俄羅斯的這樣一個主要的通道 往南呢你要前進南海 巴士海峽到這個菲律賓 美軍都會有鱸芒刺在背 所以當然是台灣 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軍事基地 甚至建成我剛剛開始 一開始就破題說 不動的不成的航空母艦 對他們來講 十幾艘 二十幾艘 上百艘的航母 都比不上一個台灣 拿下來之後 把它變成一個 像剛剛我們在聊到 日本都把台灣做成一個 很多的軍事基地 機場 那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他不會這樣想嗎 所以你看 台灣對於大陸來講 不只是一個完成 民族復興大業的重要任務 也是解放軍進軍到 世界海權國家 重要的一個不齊 這個過程 我們來看關於這一點 給大家看一個 兩岸抉擇路的一個民調 這份民調呢 也呼應到之前 我們元旦看到 蔡總統跟習近平之間的對話 我們的一點穿過來看 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是實現 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嗎 一點都不贊成 跟不太贊成 加在一起的話 百分之六十七了 還算贊成的話 跟非常贊成 加起來百分之二十四左右 所以大部分的人是認為 不贊成的 那蔡政府拒絕九二共識 跟一國兩制 使得中共不願意改善兩岸關係 那你會支持或者是 不支持蔡政府這個政策的立場嗎 怎麼來看呢 非常支持 還算支持的 占了百分之四十八 但不要忽略掉 不支持跟不太支持的 也有百分之三十 四十 差不多四十了 差不多四十了 所以老實你來看 台灣人算相對誤實 你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是不是最好的方式 大部分認為說不是的 但如果蔡政府也拒絕的話 讓對岸對台灣不友善 那你支持蔡政府嗎 雖然說非常支持的 有將近一半 但是不支持的 也將近超過百分之四十 你怎麼看這事情 我想應該是非常清楚 應該是經濟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想前不久的這個選舉 就已經證明了 而且這不是第一次 前一次這個民進黨 換到了國民黨的時候 也是因為經濟不行 蔡政府的經濟不行之後 才出現這個問題 那這一次來講的話 也是這同樣的情形 雖然我們經濟現在 沒有那麼糟 沒有像前面那一次那麼糟 但是明顯的經濟是大不如之前 可以有發展 但是就沒有辦法的 所以顯然我們的民眾的關心 仍然是這個生活經濟的方面 經濟方面 但我在 至於要不要統一 那個是 大家當沒有幾個人 願意變成像大陸那樣子 控制的那麼嚴格的 這樣生活的威權體制 沒有人會願意啦 對我應該再換一個角度 再請教一下老師 因為 因為即便北京方面講的比較強硬的 一國兩制這樣的一個話出來了 但是不支持蔡政府的依舊是40% 這給了北京相對繼續施壓的一個力道 你怎麼看 那北京施壓基本上是對著蔡政府 但是反另外一手 它都是兩手策略嘛 另外一手它積極的這個會台政策啊 積極的鼓勵台灣的年輕人到那裡去參加活動啊 它提供的這個落地招待啊 各方面呢 尤其是年輕的朋友嘛 就是2014年後 它特別特別改變了策略 所以大陸一向的政策是 官民兩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假如只集中看 他對台的政策 那實際上 他在改變台灣人對大陸的看法方面來講的話 他也投資了很多啊 所以這個來講 它是兩面策略 而且還有一個官商 企業界也是他一個重要的對象 好 還有另外一個題目 你滿不滿意蔡政府 蔡總統上任到現在為止 處理兩岸的關係表現 我特別說這個民調是在元旦 蔡英文對於習近平談話之後 立刻講了兩個不接受的情況 的之後所做的一個民調 所以在當時蔡英文的強硬 讓她的民調有拉高 但是看來 對於處理兩岸的部分 不滿意的 還是遠遠超過滿意的 這民調上面有沒有反映出一些吊詭 民調上看得出來說 其實在於蔡政府啊 蔡英文她對於這個 北京習近平他們的這樣一個態度 沒有人想要做小弟 沒有人想做世函 所有在台灣從政政治人物都一樣 尤其在台灣強大的這個民意反應 快速 和網路的這樣一個 造出來 造設出來的這個反應 支持蔡英文的這樣一個做法 幾乎已經是48 將近50% 不能說是壓倒性 但是也近半數 支持她這樣一個很強硬的這個表態 但是為什麼對蔡英文上任這 兩年多來的 兩三年來這樣一個兩岸政策覺得她很不滿意 有高達有49%喔 你看一個各方面 對她的政策滿意49跟42左右 都是將近就是留一點類似毀譽參半一半一半 但是似乎不滿意也將近50% 也就是其實這也凸顯了台灣民眾的一種矛盾心理 我不要你跟中國大陸這樣子 骨頭那麼亂 跟他撐腰哈背 那個彎腰哈背的 然後什麼都把他當什麼一樣 然後他講什麼你就要跟著他的屁股走 你要硬起來 所以蔡英文他這樣子講話 有這種某種情緒上台灣有一種 你看之前不是在講網路正義鄉民正義的時候 有一種情緒上 有網路聲量 對 但是 回過頭來剛剛 劉德海教授不是提到 經濟 回過正常面的時候 我又沒肚子 我又沒東西吃 我要餓肚子 你處理的不好 你跟他整天吵架 然後弄著兩邊的劍拔怒張 然後動不動炒來炒去 回歸到經濟面 不要一直在那邊講政治講主權講什麼什麼的 那可不可以先擱置 可是偏偏對岸不想跟你談這一塊 蔡政府又認為這個是他 選舉當中很重要的 一根刺他不可能去順著對岸的這個 方向走嘛一定要看台灣的民意嘛 所以 在這方面他經濟自然沒有辦法因為配合對方的套路 而把經濟弄了起來 所以民眾對這個當然會自然而然失望 可是這怎麼解決 解決的問題又回歸到剛剛那個本質面 我們這個根本的問題沒解決 但是大家會覺得經濟還是搞不好啊 我沒工作了 然後而且企業又吸進 或是往南向 我跑掉了 那工作機會越來越少 就是情緒很多 但碰到肚子問題的時候 先放一邊 其實台灣人相對來講是蠻務實的 我有跟你請教 韓基會前副董事長 發表這篇談話 他說務實是台灣人自就知道 2020的總統大選 能跟民眾務實取得共鳴的 誰就能當選 目前為止 蔡政府在兩岸牌子上面呢 看起來 蔡英文這段時間 是蠻努力積極在推這一塊 但在未來 一年多的操作上面 也必須要很謹慎 這個牌打下去 我覺得大陸已經表態就是 基本上如果兩岸定位沒處理 他就 不理你嘛 那已經很清楚了啦 那至於你剛剛那個民調為什麼會有那個結果 因為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這是大陸的語言 那你第二個題目是混雜了啦 你第二個題目是 九二共識跟一國兩制混在一起 問 所以老百姓天上一國兩制當然反對啊 可是九二共識如果可以帶來經濟交流的正常化 那我認為支持度會增加 所以韓國瑜就是很聰明的散掉了 一國兩制跟和平統一的部分嘛 因為他是地方首長 他不用碰 我們觀眾看這些文字也會有文字地雷 不是台灣老百姓很清楚啦 就台灣老百姓如果理問大陸的概念那大概都反對啦 我們和平統一啊一國兩制啦 因為他一直聯想就那個要政治談判 而現在九二共識變成是經濟紅利 是經濟紅利 可是問題就是說 習近平 給他感覺那個習五條是不滿意於 你只做這個啦 他要往前走啦 所以他有點要觸談的味道啦 就是說 你一定要跟我政治談判 然後他要搞政治協商嘛 甚至他要跳過政府 他說政黨跟團體代表都來 喔那這個老百姓當然不能接受啊 那這個部分坦白講國民黨到目前 還拿不出答案 國民黨只說我就是一國兩制 不是我就是九二共識 那我希望繼續跟你做經濟交往 可是 如果習近平不滿意於 這個答案 他認為一定要往前走 所以要政治談判 那 今年兩岸關係就會反生變數啦 因為反對政治談判的台灣老百姓真的蠻多的 其實同樣的困境對於 柯文哲來講是一樣 一樣 他到真正如果要進大位的時候 兩岸一家親這個招牌是 不夠用 不夠用 我們回來繼續來看的是華為 華為現在出現了所謂的 新 八國聯軍 圍堵華為 回來聊 圍堵華為 圍堵華為 這個禮拜法國的加入之後 一共是八個國家 現在被媒體形容成 新八國聯軍 成立了 成形之後呢 就要圍堵這個中國大陸的華為 那華為也嗆 那既然這麼有對我敵意的話 我就脆出這些 對我敵意的一些國家 我想其他三位來賓 就是這到底是 資安疑慮還是 被美國逼著必須要選邊站 這八國聯軍 紀明怎麼看 目前看起來 資安的疑慮在歐美國家的主流的 想法會比較當道 因為你說新八國聯軍 目前也只有這樣 這個台灣澳洲紐西蘭英國日本 還有挪威美國 那這幾個國家 在作為一個防堵 包括加入了新加入的法國 作為這個華為 想要成為下一代 5G的行動通訊的這個市場開發 想要防堵華為 擔心他的這個開啟後門 甚至所謂的間諜城市 然後再加上波蘭的 這樣一個 中國大陸的華為的銷售 這個主管 王偉金事件啊 被認為是間諜的 這樣一個提供這樣的訊息 更加深了 這些歐美國家 認為說 華為你就是提供這些後門 城市 給中國大陸 因為你是 華為是中國大陸 一個很重要的電訊設備供應 那也是在中國的這個 限制性的貿易政策的保護下的一個 中國的一個 新興的一個當代科技的一個巨擘 但是 這樣的一個 浪潮 碰到了這麼多了 剛好又搭上歐美經貿大戰 所以才會有這個 孟晚舟被逮 然後要引渡 然後任正非現在也跳出來 軟硬兼絲的稱讚川普 是偉大的這個 美國總統 那這些作為 美國以這些資安為大帽子 去扣制這個華為跟中國大陸 解放軍千絲萬縷的關係 還有後台的這個北京政權 其實一方面是打著 經貿大戰的籌碼跟棋子之外 另外就是 真的擔心他的資安問題 因為從美加的反應 從其他國家 然後甚至說一直懷疑說 是不是華為在透過這個電訊設備的開發 以及下一代行動通訊的市場 你某種程度上配合了這個北京當局 這個是歐美的解讀 他們一直懷疑 所以我說為什麼資安的疑慮是這一波這一兩年來 近年來一直擔心華為 是不是在這方面配合北京 配合中共的中國大陸的一個這個方式 難道5G用美國規格 或是美國的盟友的規格 就沒有這方面的疑慮嗎 也不是沒有 那之前 不是說臉書跟亞馬遜 還有這個Google 也曾經出爆 尤其是臉書 那Facebook之前出爆 然後逼著這個 主客博也出來這個澄清 然後股價也一下子蒸發了好幾億 那當時 可是就是在問題 這些企業都是出產自在美國 美國跟英國號稱是歐美民主的爛商 他們認為說這些民主國家 你就算怎麼樣去前置這些科技巨擘 然後怎麼樣控制他們 然後透過他們再去走 用後門程式去控制這些所有的 這個終端用戶客戶 不會有多大的擔心 你能再壞你能用到哪裡去 可是相對的 在這個政府體制 比較不是那麼公開透明的中國大陸化 歐美國家這時候就會不放心 所以這10年來其實一直有一個 反中啦 從以前的黃禍到反中 到這樣的一個孔中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趨勢 加速的這個推波助瀾之下 他們會擔心說 你剛剛問的問題很好 就是這種難道 美國其他企業你以美國為首 他們就不會擔心 當然擔心啊 但是至少 這一些是出產 歐美他們自己的人 自己的這個企業 他們可以控制 在中國 他們就不能控制 你說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也擔心啊 所以他們就沒有Google 就自己的百度啊 這就是物資不夠嘛 對不對 我補充一下 其實 你不能用歐美這個字啦 事實上就是五眼聯盟加 法國跟日本 對 這樣講的比較精準 這樣講的比較精準 這樣比較精準 對啦 除了法國之外 日本跟五眼聯盟就是 軍情聯盟嘛 對 所以真正考慮的是 軍情啊 就不是說 這個 經貿市場就抵制你 不是因為這樣 而是 在軍情上 我跟你是敵對國家 這個才是真正的理由啦 軍情 比如說德國到現在就不表態啊 那事實上你如果純就那個整個經濟人口去算 現在全世界的人口大概74億 那五眼聯盟加日本加法國人口才多少 只有10億 你認為你黨國做華為嗎 華為比如說他在東南亞 在中東 在南美洲 非洲 照用啊 所以他的5G事實上 你如果 就市場來講 你說 五眼加上日本加法國就可以 搞死他 光就市場人口來講的話 光吃掉印度跟印尼這地方人口多少 是啊 印度跟印尼也沒有抵制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事實上 軍情 我覺得是台灣的輿論 一面倒啦 所以對這個問題反而沒有看清楚 為什麼華為不怕 因為他是看世界人口來算的嘛 有多少市場我是進不去的 那乾脆就說那你那五眼我就不去了 嗯 因為五眼就是擺明的就是軍情聯盟嘛 這個從 二次大戰就開始了 當中的關鍵人物孟晚舟 本來是在上禮拜還傳出可能 美國要放生加拿大 不一定要引渡 不過看起來1月21號美國的司法部正式表態說 在下週期間之內要正式提出申請 那個引渡孟晚舟 好像這事情就開始變成沒有回頭路了 老師你怎麼看 未必啊 未必啊 我還是覺得 司法部的正式 就是宣示 不一定要做的 第一個 加拿大不一定 那個只是申請 對只是申請 加拿大是不是真的就按照他這樣做呢 那實際上加拿大最近他的著重的大使 那John Michael 這個Claim 他就講啦 說孟晚舟 其實是有很大的 這個 辯護成功的機會 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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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就是司法部講說他還修正的 繞回來 還是老問題 這個 美中這兩個超級強權的鬥爭的情況之下 這種小國是 夾在夾縫中很難生存的 所以的話呢 關鍵還是回到那裡 美中現在就是在搞 就是在 貿易戰 就是 但是最終的結果 可能就是要一個正面的 因為美國 中國 大陸 還有呢 EU 他們現在就是三個經濟 區塊 我們講是三分天下了 那 EU這邊是 20幾個國家 27個 或者26個國家 後來 他人太多 所以他不可能很快的跟人家談成經貿出來 那現在美中是最有可能 這就是川普為什麼現在談這個 一直嗶嗶嗶 他就如果跟中國簽到了 FTA 自由貿易協定 或者是BIT 這個雙邊投資貿易協定 或者更全面性的夥伴關係 他就贏了 老師你認為 你認為美中 美國的思維背後 最終的目的是要讓 中國大陸跟他們簽 像 超級大型的FTA 沒錯 川普絕對是這樣想 我不想他的幕僚是怎麼想 但是川普是這樣想的 這樣才能為他2020年總統大選 作為最勝利的一個 這個關鍵的 他要雙邊 對 雙邊因為他 中美如果聯手還有誰比得過了 沒有人比得過 所以先鬧來鬧去鬧到最後就是要一個 要你讓利 然後你要跟我簽協定 雙邊協定 那EU就靠邊站了 結果來就有BIT在運 川普現在看似敵人的敵人的習近平 到了最後他其實要把他當作partner 對就算現在這個5G實際上 我講明白一點 我的看法 5G是根本以後沒有什麼什麼叫資安的 你全部都得放開來的 不管是中國的5G還是美國的5G最終都是這樣 因為5G是將來是跟你的這個 物聯網啊 所有東西要連上去的啦 所以你 而且資訊傳達非常快速的 你最後還是要同一個標準 對啊 但是現在大陸他拼的就是這個嘛 好你一直強調 看誰的標準 有兩個標準 對他用市場來壓你啊 他假如全市場的 他現在非洲是囊中物啦 他現在只要印度點頭他就贏了 沒有他東南亞已經進去了 對東南亞他已經也早都已經控制了 我們剛聊到美國的軍艦 聊到了本來白宮放劉鶴的消息 劉鶴的行程可能被取消 再加上這個美國司法部講說 可能要提出正式的申請引渡孟晚舟 你種種全部都是在劉鶴來之前嘛 就像老師所講的 你就不斷地把他排堆高 叫的叫板的 籌碼變多 那我要問 你看川普講 現在美國因為我當家之後 新的政策給了中國大陸 這麼大的貿易壓力 代表說 現在中國也最近公佈那一個經濟成長數值是這二三十年來最慢的一年 所以 大陸 你應該跟我們談出真正的協議了 你不要再鬧了 川普 這種口氣講 北京全部吞下去 聯合照上去 還是就這樣子 北京真的想達成協議 說實在是真的 只是說有一些結構性的貿易 那個很難談嘛 你怎麼談呢 比如說什麼叫做不准 強制計轉 美國大部分的計轉實際上是基於市場做交易嘛 那那個東西 你怎麼寫成白紙黑字呢 現在也是有一個條件北京不能接受啦 因為美國要求 每年 要做那個實際狀況的KPI巡查啦 那中國覺得這個實在是太不給我面子了 你怎麼 來干涉我的執政 執政內容啊 這個是主因啦 如果只有結構性的條件來講 那另外什麼 比如說有沒有竊取人家技術的那個用證據來講 所以我覺得主要是美國要去review啦 這個就好像他未來要跟金小胖 談這個合適的問題也是一樣 所以你怎麼讓我進場檢查 讓我放心你是完真的 我覺得美國現在是卡在這裡啦 因為他以前跟日本的經驗就是這樣嘛 日本就搞了一大堆非關稅壁壘嘛 那你表面上談的關稅沒用啊 我的貨進去還是處處卡關啊 所以他就說那我要進場啊 而且每年都要談啊 那這個大陸目前為止還不接受 你看華為這事情 人家說其實是貿易戰變成科技冷戰 一個 我覺得科技戰不能不會停止 因為你如果看去年 可是用科技冷戰來形容 我這個合理啊 因為很多科技最後都會變成軍事技術嘛 所以美國事實上去年11月17號 事實上貿易的那個安全管制部門有提出14種科技喔 那華為只是其中一項耶 他有說14種科技 未來可能列入管制出口耶 可是我就看了一下 那14項如果都管制出口 讓美國也不用做生意了 所以 到現在為止還出不來啊 本來要說一個月內要弄出清單 到現在還弄不出來啊 那一直有個說法 這是大陸媒體流出來說 因為華為跟江澤民 關係好 那現在習近平未來打擊江派 所以華為也可能被稱犧牲打 你從這次的事情發生之後 反應最激烈的就是中國大陸外交部 還有中國大陸的這個傳媒喉舌 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跟這個大陸的外交部 其實跟過去大陸的領導人 這個江澤民啊 多半都有他的人馬和系統色彩在裡面 那為什麼會跟華為有一些關係說 江澤民跟他非常好 因為這個你要知道華為的 創辦人任正非啊 他過去是解放軍背景出身 他以前就是解放軍的工程師 也當過解放軍的這個軍官 那後來這個任正非的第一任妻子孟軍 他的爸爸是誰 孟東坡 是四川省副省長 那也是江派江澤民的人馬 那據說這個江澤民在 1994年第一次接見華為的時候 華為那時候 才是一個銷售才9億元人民幣的一個小公司 可是到了這個94年接見了任正非之後他只要 江澤民每次到南這個華南地區去視察 南巡到了這個深圳他一定去看這個任正非的華為公司 再加上後來任正非很聰明 他跟江澤民的兒子 也就是中國大陸的電信大王 江綿恆 非常的要好 可以說是麻吉啊 而且可以說是每次出手啊 幾乎都是江民和在背後下指導旗 所以 尤其是後來 據說華為也包了中國大陸的一個工程叫 金頓工程 金頓工程一直被外界 被很多的包括是 反北京當局的一些媒體 他們認為說是一個很大控制這個 他們黨政軍控制人民和經濟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工程 那 說是任正非他們的華為企業去 獨包了中國大陸解放軍的這樣的一個工程 所以 創建了第一個中國大陸從北到南大江南北的 這樣的一個網路通信系統 是華為是承包商 那為什麼他有這樣的一個支持 也就是從其實 1989年到2002年那個時候這個江澤民主政的時期 當家主政 給了他那麼多方便之門 再加上他跟他兒子江民和德的這個關係 後來2002年到2012年這10年江澤民變成太上皇的時候 胡錦濤出來了嘛 那 但是這樣的一個影響力跟黑手伸進去 任正非的華為還是能夠這樣子 依舊存在 依舊存在 他的關係還能夠打住黨政局 尤其是解放軍的人脈 以至於華為在 前剛開始10年 我說 92年 之前94年以前 似乎是一個風平浪靜的小公司 到了9495年以後好像就騰飛了 好像快 這個藥洞式的進步 那這個看在現在的領導人習近平的 眼裡他當然 是非常百感交集啊 那 以至於說孟晚舟第一時間被逮捕的時候 你看其實 中南海的反應不像是外交部 跟這個 環球時報他們的官媒反應得這麼激烈 可是隨著剛剛 大家提到的 美中之間的經貿大戰以及科技的冷戰的行程之後 這 也關乎到面子問題 這也關乎到人質外交 民族情緒問題 孟晚舟加上剛剛的 習近平才必須跌出來 他才必須跌 但是其實在習近平的 手段跟方式當中一直有認為說 趁這個時候是不是打擊江派人嘛 打擊一下這個江澤民的勢力 然後 這個修理一下這個華為 讓華為知道痛 也是剛剛好的時機 只不過這個不是習近平可以輕易的在內控 因為這還 夾雜了川普跟美國的這些 各個國家的因素 以至於在處理這個問題來 也特別的棘手 已經不是內部的問題了 這個我補充一下 這讓大陸大的民營企業 大部分都親江澤民的 對 這讓阿里巴巴也是嘛 因為江澤民本來就比較Pro民營企業嘛 可是就是說你跟軍方做生意我坦白說啦 做電信的 沒有一個公司不是這樣 比如說你說美國的Motorola 他跟海軍沒有關係 怎麼可能呢 那NEC跟日本智慧隊沒有關係 還有那個 北歐那幾個大的那個通信商 Eriksson 跟歐盟的軍方都非常有關係啊 你只要是做通信這個行業你要做大 你不可能跟軍方沒有關係啦 關係是 早就存在 10天點發生之後 媒體也有做文章的機會啦 我們大家回來帶你看 這是不是要做文章呢 維瑞內娜發生了政變 結果現在牽來牽去牽到 都是中國大陸害的 怎麼會這麼講 我們回來聊 如果說你買一隻雞 要花這麼多的鈔票 如果你本來吃一碗麵 是一百塊 現在這一碗麵一樣大小 要你八萬三 你要不要造反 這地點發生在南美洲的文章內娜 這當地的通貨膨脹率 已經來到了百分之 我都不太會算了 八萬三千 這個 完全沒有想到 這國家在二三十年前 還是南美洲 非常有錢的國家 他的石油儲備量 世界第一 到目前為止 也就是世界第一 當你有這個石油 讓他們的國家 財政也不錯 社會福利都很好 算是 南美洲的 有錢的國家之一了 而且貧富差距非常的小 但沒有想到現在 通貨膨脹率如此之高 結果現在呢 民心思辨 出現了一個狀況就是 當地的反對黨的領袖 給大家看一下 瓜伊多 也有人翻譯叫做 蓋多 他就在一個 集會議上面 宣布他現在 自己就是臨時總統 當然對於這一點 維瑞拉的 現任總統 馬杜諾就完全不承認 而且立刻 在當地呢 就開始進入了緊急的狀態 美國的川普 他是支持 這個反對黨的領袖的 中國大陸支持 現任的領袖 那好了 現在中俄的勢力也在美國的後院 跟美國開始展開 等一下我們來詳述一下 這個是一個大環境的因素 再下來就是小環境的因素 就是這個國家 他因應的外面出現的這個變局以後 這個他最主要的 他九成以上出口都是石油 那這樣的一下 太單一了 對如果原來是100多美元的一桶的 一下跌成變成20幾桶 20元或40元一桶 那差太大了 對他經濟 而且是九成 這個對他經濟衝擊太大 所以他過去他的經濟就沒有把他這個 把產業多元化 就集中在這個 就靠油 然後 他原來還有這個政府 給予這個民眾 像社會主義那樣 福利 福利非常好 那這樣子這一下來了 他這一下以後完全 全部都不能夠按照的來處理 石油沒有像過去那麼值錢 對政府的錢 他在當時石油值錢的時候 做了太多的社府支出 變成了很大的財政壓力 當時是應該要把這些錢用去 產業多元化 但是沒有做到 對 我為什麼有這個背景說是中國大陸害他們的 我給大家報告一個相關歷史背景就是 在當時他們選擇比較走在政治意識形態上 跟中國大陸比較接近 所以他們就用石油去跟中國大陸換一些貸款 換了貸款 這邊的數量是 從過去每一天提供10萬桶油換取40億美金的貸款 到現在變成輸出70萬桶石油 跟中國方面累積了高達500億美金的貸款 也是因為 就是美國之前 批評一帶一路造成很多國家 外 叫什麼 債務外交 的一個在台高速的狀況 在美國已經發生了 是這樣 這個 這個還算合理啦 因為中國本來就進口石油 全世界最多的國家嘛 那他確實需要這個貿易啊然後他沒有現金 就用油來換嘛 這個很正常 這個不是一帶一路啦 一帶一路是說做基建 做基礎建設讓你現在沒錢 我先幫你墊款 那個 所謂的債務外交的思維上面是有一定的邏輯上的 邏輯上當然是 可是賣油的國家都是這樣 你貸款給他嘛 就讓這國家 我知道 欺利很多錢 不我知道 可是剛剛那個劉教授講的才是 真正的要害 就是人家撥安國家 比如說 我們講杜拜好了 人家杜拜就是經濟多元化了 那現在就有其他的產業出現了 他本來都靠油啊 可是曹維茲就是沒有做這件事嘛 其實也不是馬杜洛啦 這他的前一陣 曹維茲留下來的爛攤嘛 那曹維茲又好大喜功 搞一些社會主義有的沒的嘛 那老百姓就變懶惰了嘛 然後 國家又有錢 就隨便就可以領到社會津貼 所以他什麼也不學 那就靠國家吃嘛 那現在突然之間油價暴跌 就整個卡住了嘛 甚至於還包括貪污啦 我說實在 就是 他連那個石油工業通通都是國家的嘛 那他的效能也比人家差 效能差然後產量又比 就本來那個效能應該要更好 反正就貪污嘛 就一直爛著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坦白講馬杜洛是 在 撿了一個爛坑啦 可是他又非處理不可 是 那當然也包括他選舉作弊了 這個 很多人懷疑啦 說他去年6月那個當選 是有問題的 事實上你不要以為只有美國反對他 事實上美洲國家也分裂 美洲國家事實上也有好幾個國家不承認他 是 就認為他選舉有作弊啦 你剛剛提到一個 反美社會主義路線嘛 就是之前 普瑞瑞拉他們所選擇走的道路嘛 對 他們所選擇走的道路 因此跟 中國大陸跟俄國比較親近一些 跟美國相對來講比較疏遠 也因此在 這個 瓜伊多 他宣布自己是臨時總統之後 川普就立刻承認他 對 然後 這個馬杜洛呢 現在獲得中國跟俄國的一個承認 我想請教競平 等於是美國的後院 你中俄 跟美國又延伸一個角力在那邊 其實 中俄一直想要進入委內瑞拉 看委內瑞拉過去十年 因為這樣一個 石油輸出產油的一個大國 俄羅斯在過去十年這個 在中間委內瑞拉獲得利益 就可以看得出來 包括俄羅斯在委內瑞拉有了 五處的重大的這個油田 然後呢 而且去年十月 他們還派了兩架的這個 帶有核彈頭的戰略轟炸機 到委內瑞拉參與他們 該國的 他們的一個海空軍的 這樣一個軍事演習 意在警告川普 你別想動這個 委內瑞拉 馬杜洛政權的腦筋 那這一次 再加上 剛剛提到的這個中國大陸的 一帶一路的這個問題 還有包括債務外交的延伸 那其實委內瑞拉也一直很欠 缺錢 因為馬杜洛雖然是 過去他的 已故的這個領導人 查維茲指定的這種左派繼承人選 可是因為上台的這個五六年來 經濟凋敝 而且通行文靜 對 毫無建術 而且他採用的這個政策 實在是非常的糟糕 他是一個碼頭 搬運工人出身的一個人 馬杜洛 但是 彷彿他對經濟好像束手無策一樣 所以也仰賴了這個外援 除了俄羅斯 剛剛講跟他做生意 中國大陸也是啊 所以剛剛講一帶一路他也提供了他500億這個美元 的樣的一個援助 那甚至呢 去年9月馬杜洛去造訪習近平接見的時候 還當場承諾他給他50億美元 而且 後來還延緩了 Delay他六個月 還款200億美元的這樣的一個償還期限 也就看得出來說中方也想跟委內瑞拉 透過這樣的一個建立南美洲的這個 友好親中的 算是一些左派國家啦 包括古巴啦 波利維亞啦 委內瑞拉這些反美左派 我就追問這個問題 現在這個情緒 馬杜洛已經說 他跟美國斷交 對 那這樣 72小時美國外交官驅逐出境 是 現在這樣情況之下 到美國不承認 川普又在那邊反移民啦 蓋長城圍牆啦 會不會變成一個連鎖效應 會 反美反川普 反美反川普這個是一定持續的 從南美洲到中美洲 一直反美國 但是這個能夠多大 要看你美國有沒有想到川普你會不會最後這個急性子 實在是忍不住動尾條啊 直接派兵去干預 否則委內瑞拉這個僵局短期內難解 不軍方支持馬杜洛 對啦 軍方的像這個 委內瑞拉的這個國防部長帕屈諾就說 他們支持這個馬杜洛政權 是唯一的三軍統帥 而且 不承認這個 好像自行宣稱是總統的 像瓜伊多 瓜伊多只能夠採取的方式是什麼 除了川普現在承認他之外 其實也有幫助 瓜伊多因為 委內瑞拉在美國有一些很多的 包括他的大使館資產 他如果承認瓜伊多這個總統政權 他可以把這些資產交給瓜伊多這邊這一派 然後甚至其實還有一些國營事業在美國也有他的一個公司 也可以讓瓜伊多幫助他去了解一些這個金脈 那雖然馬杜洛在委內瑞拉反而是掌握有私權 美國這個舉動其實很罕見 很少一個世界的大國家 他去承認一個沒有辦法去有效控制整個國家 社會經濟政治情勢的一個 這個臨時的政權 像美國川普就故意承認瓜伊多 這是蠻造勁的一個舉動 但是他打的算盤就是什麼 他就不能在這個剛剛講的說 在反美的這波浪潮當中 他所築起來這個牆給倒下來 而且他說不排除任何舉動 雖然美國現在表明說 無意軍事派兵干預 但是也不排除萬一將來走到 局勢一發不可收拾的這個階段的時候 川普不會採取這種大膽的行動 川普今天就已經問過他的幕僚了 他說為什麼不能夠派兵出兵去 他就想嘛 他自己就已經好幾次說要推翻這獨裁者馬杜洛拉 現在這時機點你認為川普就算美軍不直接去 他會不會讓周邊的代理國家軍發動戰爭 馬杜洛是民選 不是獨裁者 在川普的眼中啦 川普的眼中 他不是伊拉克啊 川普就會把他行妖魔化說他是獨裁者啦 川普真的他會 他自己美軍不出動 他找這些南美洲的一些 跟美國比較有盟友的關係 去打這個代理戰爭會不會有可能 最近也是有問這個巴西嘛 因為巴西也支持美國的立場 巴西的新總統上來 但是巴西他們實際上也不太可能真的是會用武力去對付啦 對 因為呢 這個關鍵的 這中間就是一個複雜的因素啦 這反美的氣息是在拉美非常旺盛的 只是說 理念上來講 大家還是比較 自由民主 比較多 比較 支持美國 但是並不代表說 他們之間 拉美自己互相要 會為了這樣 去打嘛 但這個是不太可能 但這個地區不太容易 我以為你從台灣看這個事情 這個也別人認為台灣的情形